有些人對接種疫苗抱有懷疑態度,特別是一些家長,更不是對這個議題有所爭議。 其中一個不打針派最多人所持的理據,是擔心接種疫苗會引起過敏反應及副作用,因而決定不讓小朋友接種。 在新聞上,也偶有其他國家的孩童在接種疫苗後,出現嚴重過敏的報導,聽起來很可怕。 但是,到底什麼是疫苗過敏?它有多嚴重和有多常見? 疫苗過敏極罕見紅腫發燒不屬過敏。疫苗過敏是一種因人異議,以及不可預計的藥物反應。 不過,嚴重過敏,或稱過敏性憂客,其發生機率非常之低,大概為每100萬人中,才會出現1至2個個案。 過敏性憂客是一種相當嚴重的臨床情況,而一般人在注射疫苗後出現的副作用如紅腫, 癢養,或是發燒,通常都是局部和短暫的,並不屬於嚴重疫苗過敏者的範疇。 在什麼情況下會出現疫苗過敏呢?在一支疫苗內,除了疫苗抗原本身外,也包含了很多其他的物質, 例如蛋白質、明膠、穩定劑、防腐劑等,其中蛋白質就是最常見引起疫苗過敏的最灰禍首。 正因如此,在接種疫苗前,醫護人員一般都會先詢問接種者有沒有對蛋白質的意知過敏時。 嚴重過敏發病足或需注院救治。疫苗過敏通常發生於注射疫苗, 口服疫苗出現此情況比較少見。發生的時間通常是在接受注射後數分鐘至數小時之間, 但也有少部分人會嚴至一天後才病發。病人會出現浮腫、血管性水腫、氣速、心跪、血壓降低,以及雲怨等症狀。 嚴重者甚至會出現呼吸困難和有生命危險。嚴重的疫苗過敏反應需要由醫護人員立即搶救,更需要留遠觀察。 有一些人甚至需要進入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。雖然疫苗過敏非常罕見,但其嚴重程度是需要投入 及大量醫療資源,才能挽回性命。事實上,處理疫苗過敏的醫療洗肺並不平移。 現在有保險公司為客戶提供免費的疫苗副作用保險, 當中涵蓋現在的及將來推出的所有合資格疫苗, 亦包括即將面世的新冠肺炎疫苗, 受保人一旦不幸因接種疫苗而需要住院,將獲提供住院現金津貼。 這樣做就能夠給予大眾多一重保障,好讓他們在接種疫苗時更安心。 我確認了你,